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几天 上吉利 景松那边 有什么动静吗 没什么动静 上达志和秦少杰 倒挺沉得住气的 他们是沉得住气的 他们是沉得住气的 我看他们是被吓糊涂了 他们管钱庄借的这些款子 还有几天就到期了 如果现在降价甩货 来得快的话 收回的银子 两价加起来 也就够还一价的战 过不了多久 他们的机房 都得归人钱庄吧 要不是说呢 你说这两个人 见过什么市民啊 这做小生意的人呢 就做不了什么大买卖 只是啊 只是可惜了祥自浩 原本是一只能下金蛋的鸡 怎么偏偏的就落在了 这两个傻子手上呢 就是了 就凭他们俩那点能耐 还想站住祥自浩啊 暴天天物 不过掌柜的 再这么拖下去 咱们也吃不消了 我又好好查了查 这两个月咱们已经亏了 一万八千块现大洋了 杀人一千 自损八百 只要能把这两个傻子 挤住市井街 出多少血 都值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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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库房的门怎么开着 谁在理他呢 掌柜是您哪 余先生 这么晚了您还没谢着 睡不着啊 是因为这些仇子啊 您说呢 怎么样 前面仇子卖得怎么样 卖了十来匹云枝 五六匹小银生虫 还是没什么大买卖 再借那些钱 什么时候到期啊 再借那一笔 就剩七天了 还是横渊胜那六千 来 吕先生 来来来 坐坐坐 坐下 掌柜子 掌柜子 坐坐坐 掌柜子坐 掌柜子坐 坐下书 吕先生 您是一个有见识的人 有件事我想请教请教你 坐坐坐 请教我跟当 掌柜子 您有什么事您说吧 有句话说过 说在商言商 按理说 我这金上也有十来年了 可是我一点生意金都没学会 每次遇到事的时候 我总是想着 年少时在书院 听先生讲的那些圣人之学 对 又像我这种情况 是不是就根本不合适做买卖 不 掌柜子 您是个好商人 而且是个做大商人的材料 你别安慰我 我说的是心里话 这商人呢也分三六九等 下等的商人在整理 他们轻易重力 成听而语我查算计他人 这样的人害人害己 迟早会踏上不归之路的 事情街上的郭茂红 就已经做出了样子 中等的商人在取利 他们随波助流行事中庸 把美玲珑 赚时多赚赚时少赚 最终也能积攒些家义 大部分商人都是这样的 那上等的商人呢 上等的商人在杨历 他们重义轻利 先做人再行商 先积善员再接善果 最后自然是随盗取冲 掌柜子 您就是这样的商人 别这么说 我可不敢当 再过七天 估计大家都会知道 这个曾经拜过两次家的 是全天下最蠢的商人 这善征利的商人 也会有得益之日 善养利的商人 也会有失益之失 可最后的大赢家 一定是养利的商人 这就像石头与河水 石头有时候 能够阻挡住河水 但河水不管经历了 多少波折 最终都能奔流倒海 话说得再明白点了 就算这次商经理 真的没能撑下去 只要掌柜子 您能报定这份 不因理而失得的意念 商经理 迟早还会再站起来的 受益匪浅 受益匪浅的 不认证 不认证 更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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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管他什么愁子不愁子的 不去想他了 那明儿一起 咱们去山上回馆 听信去 散散心 散散心 好啊 阳春三月好风光 我也整想到外道三四心哪 一块儿去 好 赵贵子 今儿这儿的人可真多呀 左速山 林建修 加油 加油 你瞧瞧这儿 来 加油 加油 这儿啊 十年前我天天得到这儿来卖仇子 说起来就还得感谢您 要不是您给我指了一条路 没准今天我们一家人都得饿死 蟹子不敢当 您一个机房少东姐出身 能在这街上摆了那么久的摊 真是不容易 您这辈子要是不能成 那老天爷都不答应 你这么看好我呀 老天爷对每个人都是公平 您这辈子苦吃多饭 该苦尽肝来了 来 来 来两张 好嘞 来 两张翻笔团 给小姐和商业的 老板 当年好嘞 好嘞 来 拿好 两张翻笔团 先生 请留步 您有什么事吗 先生 您还记得吗 十年前 在这儿有一队父子俩卖仇子 卖的是那种小夜生仇 后来仇子让人给糟蹋 是您把所有的仇子全都收了过来 您知道吗 当时他们那些仇子 是他们的全部家的 要不是您给收了过来 他们早就倾家当产了 我这么说您还没想起来 我就是当年那个卖仇的后生了 这么多年来您这件事 一直放在我的心里 我总想有一天能够见着您 当面能够好好感谢 您认错人了吧 您知道吗 我从来没在这儿买过什么仇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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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长官 会不会是任草原了 不会 我看那星星处是救的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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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这么奇怪 应该是洛阳过来的大多儿 这两天外子都在想认 直路与星约复是吴佩佛到的门 看这件事还真有点像 吴佩佛 今天算算是操上一回热闹 不过 这戏盘是看不成 这位大人物一来 南洋府的大小官员 还有这些官台 都得过来 咱老百姓啊 他就进不了回国了 打开 来 来 什么事 长官 快走 打开 快走 抓快 老公 大公 别走 别走 长官呀 长官 再开门 开门 快 快 别跑啊 别等到南观老 还出点集合 快走啊 快走啊 请 夫人 这边没有人 你先进来避一避 你为什么带你去找我 来 来 来 叔叔 娘 那次我在城外骑马摔伤了脚 就是他把我送回家来的 当年在山上会馆门口 是你叫他把那些仇子 收走的 对吧 我现在才知道 这十年来 我恨错了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一个人 受了这么多的苦 不让他感恩也就罢了 为什么还要让他恨你 你说的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等等 我已经不记得了 外面在抓刺客 到处都在打枪 很危险 面对着眼前这个人 我这心里 比任何子弹打在身上 我都要疼 娘 她是谁呀 她是娘的一个同乡 娘 娘 你怎么又哭了 娘没有哭 娘只是好久没有见到这个人了 再说 她不也救过你吗 老爷回来了 小的恭喜您 熟理南洋镇守使啊 夫人呢 在治房 他治了多久了 从蛇气回来一直治到现在 他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我在问你话 没听见吗 前晨 在蛇气阵上刺客行凶的时候 我护送夫人和小姐 躲进了长方庙 正巧碰见了那个人 那个人 你说的是 你说的可是那个姓尚的 你说的可是那个姓尚的 行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歇着吧 是 都已经十年了 都已经十年了 忍着一辈子 有几个十年 有些事 也该忘记了 有些事情 几天就可以忘 可有些事情 一辈子都忘不了 难道这些年 我对你还不够好吗 这跟你对我好不好 没有关系 我是你手中的权柄 夺来的战利品 可有些事情 不是权柄可以夺来的 比如说 人心 也许子 原来还认为人家的事 是 但是他就这个人 觉得还是被判断的事 别跟我提的啊 我不爱听 人家当了官太太之后 早变了 你忘了她是怎么 当众羞辱你的了吗 忘了吗 那都是她在演戏 当着人钱 羞辱我 毁了我的仇子 可背过来 她就让自己的仆人 把我那些没用的仇子 全给收回去 她怎么做为什么 她想让我忘了她 想让我恨她 好好地跟顺过日子 她把所有的事 都一个人扛着 要不是我今天 迫上了一个仆人 我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你是说她 是在演戏的吗 是 少许 你知道吧 到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 我这心里疼啊 真的是很疼 你说 你们这都是什么事啊 这都是什么 我凑干净了 咋子 我 我发一呗 你这 一颗心里边 容不下两个人 你跟圣洁小姐 那已经是 无可挽回的事了 就像咱们白河里的水 流走了 你还能让她倒流回来吗 不能 就算你绝着欠她的枪 就算你绝着欠她的枪 那也得只能来世再还了 这辈子 你听兄弟的 你就把心里这块地儿啊 踏踏实实腾出来给扫了 好好过日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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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儿 爹 今天的事你可要当心了 我当心什么呀 现在不必从前住在石佛镇 这儿 离那个女人家只有两里地 世儿 你熬了十年 才熬成了这个宅子的女主人 你要守住她的心哪 千万不要让别人再躲了去 心长在别人身上 我怎么守得住啊 我只能守住自己 守住我的心 她的心就飞不远 你不想去 又咬牙强撑了几天 所有的人都到了绝望的地步 眼看着寨主就要挤上门来 奇迹却再一次发生了 大政 你可回来了 有人急着要见你的 谁啊 上海的盐博裕大掌柜的 盐掌柜 盐掌柜 十年没见了啊 盐掌柜 十年没见了啊 我还真以为 你把我们这些老朋友 都给忘了 当初我也是没办法 才离开南洋的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 法国人答应跟我合作 所以我呢 在汉口啊 花了大本钱建了分号 还在咱们南洋都布了点 可中途他们变了卦 私下里和英国人 达成了协议 平分了南洋山仇 出口欧洲的生意 把我给坑了 我说嘛 这盐掌柜看上去 也不是一个 这半途而废的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啊 走 这是我的日本国友人 东亚盐行的 西川大介先生 日本人 双先生 请多关照 西川先生可是和中国通啊 不但中国话说得好 中国字也写得好 对咱们中国的私仇 那也是很有研究 在山仇方面呀 也是个横见的 本来年前我就打算 来你们南洋进货了 盐先生给我介绍 说你们南洋的山仇 凋敝了十年 刚刚稳得住 起码要观察三个月 三个月过后 如果没有反复 才可以开始进货 盐先生对你们南洋很熟悉 所以我要听他的 西川先生在北美洲行过商 早就瞎把他们南洋的山仇啊 销到那边去了 那你们打算要多少啊 上大产规的 你也知道我盐波玉 不喜欢小打小那儿了 西川先生 也是做过了大生意的 反正我这边大概 一个月一千匹左右吧 不够 不够啊 是这样 我的好朋友少杰那边 请横通呢 一个月大概也能出到 两千二三 这么说加起来 也就是三千来匹 那价格呢 盐长官您应该很清楚 我们上级利益 你从来不会让朋友吃亏的 这个我知道 知道 可是 锦横通那边呢 少杰跟我说朋友 他那边我可以去说 拿我们两家的货 都可以要了 商先生 以后您可以一个月发一次货 货款一个月一件 好 要想把山丑尽快地在北内州铺展开来 没有一定的数量是不行的 这个严薄玉 总是在搅关头坏我的大事 要不是他搅这个局 上级利益亨通 早就完了 这回咱们算是赔了血本了 你说 咱们给那个湖北那些客商打了那么多的折 这三个月的亏的钱 比三年亏的钱都多呀 您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 这十尺 折了三尺 更要命的是 这么一来 上达志算是在市井街上站住脚了 以后咱们对付他 就更难了 我不会就这样便宜着他们 光明正大地不行 不就来狠的 备车 我去猪八甲那儿 让他想个办法 疯了少吉利 掌柜他 朱镇手使这尊神 怕是一时半会儿庆不动了 为什么 我听说呀 前婶她陪着吴佩孚 去车店山陕会馆听戏的时候 遇到了刺客 被炸伤了 现在都成半残了 以后这镇手使得由尽清存梳理了 你说什么 说实在的 我都觉得没什么指望啊 把从前开裁缝部那剪刀 我都拿出来磨好了 你说谁成想 天上落下这么个大救星啊 秦也这话说得不对 天上可没有落下什么救星啊 这救星就是二位自己 如果不是二位新村善念 不忍连连南洋府小机会们 硬撑的今天 也不会有这样好报的 李先生说得对呀 善有善报 这功劳啊 别往我身上扯 这都是达智哥的主意 我爹都说我嘛 这我这脑袋瓜子 十个也抵不上他一个 别光顾着说话 肚子就不饿了 饭菜都备好了 快去吃吧 走 边吃边聊 走 好 走 好久沒看到這麼多兵 轟動直撞了 是啊 今兒和這是怎麼了 雷哥 雷哥 少爺君 來了 國民革命軍北伐了 真北伐了 吳佩服的軍隊 就大舉難調嘛 看來啊 這回是要生出 什麼大變故了 輝聖 趕緊去一趟南關碼頭 告訴船家 咱們的火星不起運了 等局勢太平洋再說 好 諸位 自打武昌一敗 咱們是一敗再敗 張連生響了 余學忠也響了 南邊是北伐的精銳 北邊是馮衛翔的大軍 執軍兵敗 吳大帥已經撤往鄧縣 南陽恐怕是保不住了 四面土鍋 咱不如學張連生算 怎麼 你是想投降嗎 他們不是還沒有打到南陽嗎 長官 許願使電報 任命 竟今存為南陽鎮守使 吳佩孚 十六年了 他們好歹把我給扶正了 不過話説回來 也該好好謝謝人家吳大帥啊 今天晚上不去吃仇子了 今天晚上不吃了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就纳闷了 这么多年 我怎么还没把你看够 说实话 你是不是一直恨着我 我的心思你比谁都清楚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停下之机来陪我 因为我可怜你 可怜我 是的 我可怜你 你这一辈子的心思 都花在两件事情上了 一件事是想捧过一个女人的心 另一件事是想做这南阳城的主人 可惜这两件事情 你都不顺心 你娶了这女人十四年 可是她的心思 从未留在你的身上 你又好不容易等到上风为人 你做了这南阳城的第一把交椅 可兵败如山倒啊 他们大势已去 你是在笑话我 不 我真的可怜你 今次 我虽然一直恨着你 让我过着我不想过的生活 可是这些年 你真的对我很好 十四年 我十四年的苦心孤意 最后就换来两个字 可怜 大人 吴大帅在邓县未及 遭到赶匪的劫急 紧百余人逃往四川了 你说什么 吴大帅被打得逃往四川了 堂堂的 持鲁欲寻月赴使 手握束十万大军的吴佩孚 吴大帅 被赶匪打成了丧家之犬 那活着南阳的镇守使 到底是为谁当的 哪里在打枪 报告 鸡军已经打了南阳城下了 怎么这么快 好几路御系赶尾 投奔了他们 轻车熟路 所以进来这么快 这帮贵孙子 我当初怎么没搅光了他们 走 走 走 大叔 被打 我要去南阳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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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们都快点 快点 夫人 还有 老爷呢 自禁的时候 今天让我派人来说 老爷在南关激战 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快派人去南关找找 好 你们把我架下来干嘛 把我送回大关去 大人不能回去啊 南关守费我们就亏赠了 老爷这是怎么了 夫人 你快劝劝大人吧 老爷 狄军已经杀过来了 我们赶紧逃吧 逃 往哪儿逃 四处都是他们的人 那我们降了吧 张连胜不就降了吗 我降 他们能让我想吗 靳精存十六岁就骑在马背上 和玉璽的大小肝肺周旋 看看我这双手 看下我干肥的多少人头 什么牛十七 马拐子 还有虎豹子 咱们这帮人 都恨不得喝了我的血 吃了我的肉 全听我的 还有 赶紧到后门 接我娘跟真气上车 是 别管老爷了 和服人等 赶紧离开这里 从东门出去 出了东门往哪儿去啊 赶紧去盛家庄多多 是你开的枪 来 只能这样了 我已经穷途末路 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我实在是放不下你 所以带你一起走 这辈子 我没能把你的心污热 黄泉路上 借着我 快找 快找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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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 你怎么了 爹 爹 爹 牛妹 爹你怎么不说话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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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说话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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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说话了 爹要走 我让娘看看 爹 爹 你别吓我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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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你哪儿告诉我了 娘没有骗你 娘对不住你 让你管这个人 还了那么多年的地 娘走了以后 娘还是回到 你亲生父亲身边 娘 云薇 我早已好 你把真情 送到他亲生父亲那儿 让我一个人 云薇 娘 云薇 娘 你怎么回呀 云薇 娘 我的儿啊 云薇 娘 你不能走啊 云薇 云薇 你怎么回事 我这是早了什么年 云薇 娘 你怎么回事啊 娘 你不能走了 你找谁啊 你们掌柜呢 我就是 姓少 没错 跟我们到司令部走一趟吧 我们再走 这怎么回事啊 郭爷 怎么回事啊 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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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不到随便抓人的 怎么随便抓人的 你们三手 你们要干什么呀 叫我什么 马上就到了 我们是良民 你们怎么能随便抓人的 三手 到我地方了 报给他吧 这不是际府吗 你们要干什么 从前是际府 少董家 一向可好啊 温宝 是我 自打那年逃出石佛镇后 我就领着弟兄们 在穿闪间的边界里 打家劫舍 去年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南下 派人上山联络 我记着您当年的心愿 就领着弟兄们 参加了他们的队伍 去年跟着编入了 国民革命军 我的心愿 您不是盼着我 别再当土匪了吗 而今我算是走上正道了 我们大当家的 现在是国民革命军 遇袭第二路总指挥了 什么心 遇袭第二路总指挥 行 那都总指挥了还绑架呀 少董家 你别误会 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事情来得太突然 我只好让弟兄们 把你给嫁回来了 什么事 你跟我来吧 来 草荣 进去看看吧 善儿 你来得太晚了 你来得太晚了 善儿 什么意思呀 工程的时候 我的人来晚了一步 金金孙开枪把他给打死了